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麦家课堂 亚马逊黑神宝典 我是今天的主讲利昂 那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呢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课程板块里面 我们在操作环节的第二个大的板块 会涉及到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精准文案部署 那么同时呢 对于精准文案部署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叫它是说叫完美刊登 怎么样做一个完美刊登的链接出来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图片设计 在我们前面的权重架设板块里面 我们为大家提到过一个好的图片 可以给我们带来成倍的一个点击和浏览 然后第三部分呢 我们叫它精准的上架确认 在这个上架确认里面 我们为什么会把上架这个简单的动作 单独列出来呢 是因为每一个上架 就是说亚马逊会给我们一个叫流量浮时期 流量浮时期 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三到四周的时间 当然它的计算呢 也是从我们链接刚刚上架开始 就会开始计算了 当然这个流量浮时期呢 我们在前期可能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但是呢 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我们也发现它确实是存在着一些流量扶持的 那么我们也是说能够尽可能的抓住这些更多的一些末端权重 让我们链接能够更快的增长 那么第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精准文案部分 那么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展示的一个完整铺设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客户浏览我们页面的第一阶段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四个板块 一个呢是标题 再呢是图片 再呢是变体和BP 当然价格呢也会在这个因素里面 但是呢价格通常是一个非变量 通常是一个非变量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四个部分 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那么关于标题呢 我们会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说将我们的核心词 或者知名品牌置于标题的最前方 关于我们链接标题的首位 具体是放什么内容 这个呢其实是很多卖家 一直是在争论的一个事情 当然争论的两个点呢 就是说一个是核心词 再一个呢是说我们的知名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品牌 到底要放哪一个 那么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确认的呢 是在标题的首位 它的权重是最高的 权重是最高的 那么呢 我们是推荐大家 将自己的核心词 放在链接标题的首位这个位置 首位这个位置 那 同样 如果说我们有做这个知名品牌的代理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卖家呢 拿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 比如像Memble等等 这些很好的一些 真正的知名品牌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品牌 放到我们标题的最前方 因为这些产品呢 是带有自然流量的 带有自然流量的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呢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提前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我们把核心词放在了我们标题的最前方 那么我们在申报BDE的时候 或者说在申报Lighting之前 一定要把我们的链接进行修正 因为平台规定 你必须把品牌放在第一位 必须把品牌放在第一位 所以说 我们在做这种 差异操作的时候 记得要把我们的链接 进行修正 进行修正 第二个呢 不要将我们的核心关键词 进行拆分 比如说我们 经常看到的有一些卖家 它好比是说做那个 手机支架 手机支架 手机支架呢 它的核心词是卡风holder 然后呢 很多卖家喜欢在这个核心词中间呢 加入一些其他的词 比如说long arm 或者说是一些dashboard 等等这一些 把它加进去有没有用呢 如果说你放在你的后台 是有用的 但如果说你把它放到 我们作为标题的最前端 作为核心词的部分 那么如果说你放在了这个位置 实际上就放在这里呢 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个标准的案例 标准案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我们亚马逊自营的一个链接 那么它的标题呢 分成了六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它是非常标准的品牌 品牌 它是Amazon Basics 这个是它的品牌 那么放在了首位 第二个呢 是苹果认证 那么代表着这个产品 是拥有着苹果认证的一个产品 是获取了认证的 这是合规的一个产品 第三个呢 是产品的特性和特征 它是一个由Lightning 转到USB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分标注的非常清楚 第四个呢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的是说 这个是一个叫类目词 什么叫类目词呢 也就是说我们 每一个产品在亚马逊里面呢 都会找到一个所属于它的类目 比如说这是一条线 它可以放到Cable 为什么它没有用到其他的一些线材类的词汇 而用了Cable呢 因为这个地方 亚马逊 亚马逊它有不同的类目 我们所知道的 比如说像电子类目 户外等等这些类目 它是有这些不同类目的 那么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需要去反推 需要去反推 如果说我们的标题里面 能够有一个和对方完全相符的类目词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平台在进行检索的时候 那它可以有更好的匹配 和更快速的匹配 那么再下来呢 它会有一个产品属性 比如说这是一个1.8米长的一条线 那么它把这个产品属性放置得非常清楚 最后呢是一个变体词 我们整个拆开来看 它基本上提供的每一个词组 也就是说我们用框框 把它框起来的每一个词组呢 都是用户去常规搜索的一些词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整个链接铺设出来 用户去搜索覆盖的比率会非常高 那么关于标题呢 我们会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 一定要少于50个字母 当然这个呢 就是说也基于不同的站点 它会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有的是少于80个字符 有的是少于50个 当然有的呢 也可以你做到120个也没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 Cable这个词 客户所可以搜索的类目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第三个呢 就是说非英语母语国家 尽可能使用当地语言 尽可能使用当地语言 比如说我们在英语国家 比如说英国或者美国刊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用到英文刊登 但如果说其他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德法一息 你要去刊登的时候 尽可能就不要去用英文了 虽然说 我们所以为的 老外嘛 他可能都会懂一点外语 但是我们同样要知道的 在不同的国家 学习英文的这个比率呢 并不算很高啊 并不算很高 而且你当你的产品是存储于 对方的一个当地平台的时候 你放一个英文放在那里 大家第一时间会觉得很别扭 很别扭 就好比是说 如果你在淘宝购物的时候 突然有人放了一个英文放在那 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日本这个国家 当在日本站点做刊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有一些词汇 你可能是用繁体字去出写 有些词汇 你可能是用评假名 或者偏假名去拼写 当然有一部分呢 你也可以使用英文去拆分 那这个时候尽可能呢 我们去做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当地国家的文化 符合当地国家的文化 那么关于关键词的铺设呢 就是我们在标题中的 关键词的铺设 和我们在文案的关键词铺设里面呢 我们有几个点跟大家提到 第一个 重复铺设关键词 并不能够提高搜索排名啊 这个呢 尤其是我们在其他 电商平台有做过的买家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误区 比如说有做过速卖通 或者说Ebay的这些买家 那可能在他们的平台规则里面 会有是 你在首页出现过的 或者说在你标题出现过的关键词 你必须放到你的关键词位里面 进行对标的关键词存在 那么才可以说 能够提高关键词的权重 那么很多人呢 会把这个习惯 逮到亚马逊里面来 这个呢 是不存在的啊 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呢 把最重要的关键词 放在最重要的字段当中 那么在我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去筛分了一些 从大到小的权重位置 但是呢 有一点跟大家提到 放在title和放在search terms 它的权重是一样的 这两个位置的权重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依然会把最好的关键词 放到title里面 然后呢 次生关键词放到search terms里面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在标题里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你可以和用户 去进行文字上的互动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标题 写进去了一个漂亮的关键词 客户是可以看到的 那不仅仅是 它作为一个关键词存在 同时呢 它作为一个标题存在 用户可以读到 那如果说你把很好的关键词 全部放到了search terms里面 那这个时候就只有系统知道 只有你知道 但是客户却看不到 这样一个好的词汇 那么中间呢 就是说 我们的五点要素 Bullet这里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关键词 往里面铺设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是我们的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这里 我们可以适当地铺一些 常委词和场景词 铺进去 那这个呢 对于我们的链接权重匹配 也是可以有的 然后在这里呢 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 亚马逊去检索 我们的关键词的时候 它不仅仅只是读取 我们的标题 或者说我们的关键词的部分 它实际上是把整个链接 存在着文案的部分 它都会读取到 这个都会读取到 所以说 在我们后期的一个运营维护里面 我们可以更多的 把我们的关键词呢 尽可能逐步的铺设到 我们的前台文案里面 这样客户 所有他想要知道的词 都能够在前台看到 然后呢 可以解决 并且满足他的所有的需求 所有的需求 当然 我们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一点 不管是我们的标题 还是我们的五点要素 还是我们的description 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所有写的这个东西 它是叫文案 而不是叫数据库 我们看到很多卖家呢 他会把整个关键词 成堆的放到不同的地方 并且呢 没有语序 也没有整个文案铺设的一个背景 而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客户根本看不懂 在表述什么 并且他那个整个文章的可读性呢 会非常低 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首先它都是文案 其次才是铺关键词进去 不要把这个位置搞反了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精准的常位词 推动时机在第一顺位 也就是说 在我们没有额外的操作方式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把我们的精准常位词 做第一梯队 做第一梯队去推动 大家不要上来 就直接推你的大词 因为很多大词呢 你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才能够把它推起来 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 非常非常不划算的 那么关于BP 很多卖家呢 他不知道怎么去写BP 然后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五条建议 五条建议 如果说当你不知道怎么去写BP的时候 我们可以 通过我们之前对于同行这边 做的调研 那么我们可以整理五个问题 整理五个问题 然后呢 将对方那里收集到的 最具代表性的五个问题 放到我们的五点要素里面 这样呢 其实每一个 BP的内容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解答 然后呢能够切实的 对应到用户的需求问题里面 当然有一点啊 千万不要copy标题的内容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链接 他在BP的第一段呢 就直接copy了标题的内容 当然这么做的动机呢 我们也不懂是怎么回事 但一定不要这么做啊 因为这个这样做法呢 是比较有点傻傻的 客户看到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标题又出现了一次 这个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第二个呢 是说每一个客户 其实都会非常关注 我们BP的内容 所以说一定要慎重地 去写我们的BP 把我们的产品的要素呢 都能够提炼出来 经常会有卖家会去乱写 他说这个也不会看 用户不会看 他觉得可能客户看完图片 看完标题就完成了购买 并不是这样啊 第三个呢 一定不要写专业术语 学会使用客户的语言 比如说有一些卖家呢 他也尝试着去做了一些 叫移动电源这样的产品 或者说像车载的 那个启动电源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他经常会去学锂电池 或者说聚合物电池 等等这种专业的电池 那其实如果说 你这样去写的话 客户可能并不是懂 并不是会懂 锂电池是什么 聚合物电池是什么 我们可以写一个 我们的电池是有防挤压的 耐高温的等等等等 或者说是轻巧的这些 客户能看得懂的部分就好了 写太多的专业词呢 用户会觉得 这是在看一份产品报告 而不是在看一个产品描述 那么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BP里面 埋设常委词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使用范围 有一些使用的功能 然后我们产品所用的一些 比较先进的一些材质 这个时候可以把它写进来 然后呢 同时也可以提升我们产品 整个文案的一个要素 和一些品质啊 都可以得到提升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的BP出设完成以后 通过用户问答 和review的一些方式 对于我们的BP内容呢 可以进行升级 可以进行升级 那其实我们后期的BP优化呢 主要来自于我们用户的 review的反馈 和我们客户对于QV的 这些反馈 然后我们获取到 这些客户的反馈之后 可以更好的去把我们的 BP内容呢 进行一定的梳理 因为有时候啊 有时候其实客户 能够看到一些 我们所没有看到的 一些产品的特点 一些产品的特点 反而是他们能够 帮我们提炼出来 那么再下来呢 关于我们的关键词的设计 很多卖家 一直是在研究 关键词的写法 也不知道关键词 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甚至于说 说到常委词 精准词 包括大词的时候 也会比较 比较恍惚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 完整的把几个 不同的部分 全部跟大家说一遍 比如说 关键词的常委词 精准词 大词 场景词 和替换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知道 一个产品呢 会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基本上就会是 它的大词 比如说 手机支架 那么手机支架 它的最核心的大词 是什么呢 就是phone holder 手机支架 这个非常简便 那么对应着呢 它的精准词 是怎么样构成呢 比如说 会给它加上 一个使用场景 那这个使用场景呢 可以是一个 宽泛式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 我们一个 汽车用的手机支架 可以是carphone holder 然后我们如果说 是用在自行车上的 可以是 backphone holder 精准词 实际上就是 把我们的大词 加上了一个 使用的精准 场景定位 那么关于 常尾词 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 挡风玻璃的 汽车支架 可以就是carphone holder 然后加上 windowshell 这个部分 那其实 常尾词呢 就是结合了 你的产品名 你的使用场景 和你的特定 使用场景的部分 那构成了你整个 常尾词的部分 然后这个常尾词呢 流量依然是反过来的 常尾词的流量 相对较小 精准词 是中 大词的流量最多 但是推动的难度呢 大词最大 精准词第二 然后常尾词呢 相对更简单一些 当然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去做 其实我们会知道 当你的销量 只有 每天只有十几 二十个的时候 其实你每一天 有个四五十个流量 就能够支撑住 就是你前期 获取的更多的是 精准流量 当你获取了 更多的精准流量以后 剩下的时间 才是说 你把整个关键词的权重 拉升到更高 然后呢 获取到更多的额外流量 这个其实就是在 抢占流量了 那么我们分析完 常尾词 精准词和大词以后 我们说还有一些 场景词怎么去放 首先场景词呢 它一个是匹配场景 还有一个呢 是产品场景 场景词 比如说我们作为 手机支架来说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 产品可以进行匹配 比如说 iPhone的手机 比如说三星的手机 比如说华为 或者LG的等等手机 都是对于 Phone这个词 它可以进行延伸的 第二个呢 是替换词 那这个替换词呢 就只针对于是 holder这个词 就是我们的 大词后面的产品部分 那么替换词呢 它可以有很多 比如说stand 比如说mount 或者cover 这个是对于产品这一块的 那么 对于它的使用承载场景 比如说car这个词 我们可以用veco 或者说用bus 或者用truck 这三个同样是 它的应用场景 同样是这个交通工具的词汇 你也可以把它放进去 当然我们以前看到 有卖家写了一个train 写了一个train 它放到火车上 当然火车上有没有这个东西 云不允许存在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当然从场景的假设上面来说 产品是可以用在这个部分的 那么我们说到关键词呢 就不可避免的 会跟大家提到一些 常用的一些 常用工具 比如说谷歌的关键词规划师 这个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提到的 包括呢 谷歌的google trends 这个它谷歌趋势 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相对不错的 关键词的推荐 但是呢 这个地方跟大家强调的 依然是谷歌全部推荐的呢 都是它的搜索词 都是搜索词 和我们真正的精准购买词 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 第二个呢 Motion Word 这个可能很多卖家都使用过的 都使用过的 但是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工具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模拟数据 什么叫模拟数据呢 也就是说当你搜索出来 那这个工具给你的一个结果呢 实际上 是它基于平台的规则和算法 它模拟出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它搜到一个词 热度是一千 它可能是模拟推算出来是一千 并不代表着这个词是有一千 或者说可能只有一千 并不是这样啊 当然模词呢 它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它会推送 它可以找到的同一词 比如说我们搜索 pest repellent 然后呢 它可以把pest repellent 也可以推送出来 也可以推送出来 所以说它有一个同一词的替换功能 这是一个相对一个简易 综合推送的一个渠道和方式啊 这个是在我们前期 如果说没有很好的工具的时候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 说开这些工具的部分呢 我们站内其实也有很多 不错的一些 使用场景 比如说 在我们 很多卖家 现在也还会用的 想搜索矿 比如说我们搜索iPhone 7 case 那么它下面就会有很多推设的这种不同的关键词出来 这些关键词呢 其实都代表着是平台当下最火热的搜索 最火热的这些搜索 你可以用它来做产品开发 你也可以做关键词的设计 但是这一部分词也可以用 同时呢 在用的时候 大家也要明确 这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词组啊 非常火热的词组 大家要用的时候 尽可能要筛选着使用 不要完全去用这些词 不然的话你的竞争就会非常非常大 再下来呢 比如说我们会给到这样的一个工具 给到大家 那这个工具里面呢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有展示过 这个工具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可以查到 这个链接下有多少个人参与过售卖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 亚马逊自己在售卖 然后下面呢 也有一堆的用户在跟卖 有一堆的用户在跟卖 同时我们也可以追踪 我们的竞争对手 它是不是这一个店铺 只是它唯一的店铺 还有哪些它的店铺参与过销售 比如说它通过小账号 给它的店铺 推送过一些 做过一些权重的累加 等等这些事情 再下来呢 比如说我们在做整个关键词梳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 把竞争对手的点击词 搜索词 购买词 然后呢 购物车这些词汇呢 都能够很好地抓取出来 然后这一部分词汇 也可以给我们用到 我们的关键词铺设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份数据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这个任天堂Switch的 壳 它 点击词占有哪些 它的搜索词又有哪些 然后呢 它的购买词和添加购物车的词汇 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搜索词呢 占比最大的呢 是任天堂Switch 但是点击购买和加购物车呢 是case这个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知道 它的搜索和点击 依然是还有一个 比较大的差异的 比较大的差异的 并且呢 我们从占比上来看 任天堂Switch 这个作为搜索 它占据了38%的数据份额 但是点击购买 任天堂case呢 这些分别只有31% 甚至于说更多的呢 是16%到15% 这样的一个小份额占比 那么所以说 我们能够知道 有一些 我们叫匹配型的产品 它的主体呢 依然是它 整个搜索的核心 但是这些核心词 我们要不要用呢 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去讲到 有些核心词 我们可能是需要去舍弃的 当然 我们在后面看到 搜索类目的入口 我们这是叫APS APS占比在72.31% 第二个呢 是Video Games 占到了26.5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客户通过类目搜索 全类目搜索 全类目搜索 进入的占比有 72.31% 这个大的份额 然后剩下的呢 可能在 这个因为是游戏类目的 游戏类目的 那么只有26.7%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知道 我们在做产品刊登的时候 只要我们能够 把大类目 放到一个正确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产品 就不会出现 太大的流量丢失 因为整个链接里面 从全类目进去了 它已经占到了 绝大多数 然后次分类目呢 或者说我们叫 标准类目呢 也只有26点几 那么我们如果说 把产品放到了 正确的类目里面 大的类目里面啊 我们就不会丢失 这个大部分流量 至于说我们在一个 大分类里面放到细节分类 是否放到正确的 这个其实是关系不大 这个关系是不大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是给大家 推荐的这个工具 它也是一个灰色的部分啊 灰色的部分 因为数据来源 确实比较灰色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它针对每一个关键词 它也是直接给出了 更详细的点击搜索量 更详细的点击搜索量 那么这个呢 可以针对我们 在做长远的关键词 铺设的时候 针对整个平台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也可以是说 对于我们整个 更长远的关键词架设呢 会有更好的一些铺垫 更好的一些铺垫 那么说完我们关键词的部分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 就是我们的图片设计部分 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样图 这是一个尼康的相机 尼康的相机 然后这个图片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一个图片 同时展示了五个角度 五个角度 那么五个角度有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说 当你能够通过一个图片 向你的用户展示出 多角度的时候 那么其实客户能够让 感觉到你的产品 非常的立体 非常的立体 当然呢 比如说从eBay和 速卖通过来的卖家朋友呢 会知道 会有一些方式 他就要拼图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的产品有六个面 他会拼出六个不同的紫图 放在一个图片里面 然后让客户去看 这个呢 其实效果并不好啊 当然更有一些卖家呢 他把六个图 缩减成三个 然后在三个图片里面 展示不同的角度 但是呢 全展示的是同一个信息内容 这样呢 就会导致我们图片信息的累计啊 就叫无效累计 那么这个时候呢 跟大家提出几个意见 就是说 当我们的图片要做的时候 图片要做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第一点 手图不要出现配件 和无关的产品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还是用手机支架 这个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产品来说 很多用户呢 很多卖家用户啊 会把他的主图里面放入到一些 手机等等这些 当然这个可以放了 其实不可以放的啊 不可以放的 但是平台的规则呢 现在又没有抓得那么细 所以导致很多卖家呢 还是愿意去这么做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不去 做这个产品 放这个无关产品进去的时候 尽可能也不要放进去 尽可能不要放进去 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手机支架 然后呢 他在手机支架这里 放入了一个iPhone的手机 然后他有一个用户买过去了 买过去之后 对方发来一封邮件给他 就是说 我的产品收到了 但是不完整 然后用那个朋友来去问他 缺了什么 他就说 你的手机没有发给我 当然当时我们收到 那封邮件的时候 确实很惊讶 然后呢 我们去向平台去确认 然后平台规则很明确地写着 你所有在手图里面 出现过的产品 都必须要发给你的用户 如果说没有 那么可能会被判定 比较恶心的 可能就是说有什么产品欺诈呀 等等等等这些很不好的一些问题出现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能够规避开 第二个呢 我们的手图白底 很多时候 有些图片它并不是白底 只是说看起来是白的 那么像素要求呢 是255乘255乘255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些卖家会觉得说 很多人都没有去做怎么怎么样 但实际上 这个问题出现的最高处罚呢 是下掉你的链接 甚至封掉你的店铺 因为这个对于平台来说 是叫违规刊登 我们经常会说 其他用户为什么还在这么做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平台规则是明确不允许的 有很多用户在继续使用 有可能只是说 平台还没有抓到它 这个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在越来越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有说过 移动端也占据了 越来越多的消费比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保障 我们的图片 依然保证一个高的质量 但是它的体积呢 就需要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我们尽可能的提供 我们单图多角度 那就像我们展示的图片这一样 尽可能提供单图多角度 去展示我们的产品 然后关于我们的图片铺设呢 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 第一个主图 第二个呢 我们做分解图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特性图 第四第五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场景图 然后第六呢 我们可以放一个视频 放在这里 然后在整个图片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定要把我们的产品和人 能够牵连到一起 比如说在我们的图片里面 一定要出现人的部分 如果说你整个图片架设 全部都是普通的产品图 没有任何人的因素 在里面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到这个产品 没有这个图片呢 也没有生命力 大家会客户会觉得 这个产品和我 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 在我们的图片里面 能够呼应到我们的BP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BP文字 写了有一些产品的特性 那么尽可能的 在我们的图片里面 也能够把这些特性 能够展示出来 能够展示出来 OK 说完图片的部分呢 那么我们 最后一 这一节里面 最后一个要点呢 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上架确认了 那么这个上架确认 我们经常是说 上架这个动作特别简单 很多卖家可能 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还单独拿出来讲呢 其实 这里面呢 涉及到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台 前面所提到过的 平台前期呢 会有一个流量扶持的时间 大概有三到四周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其实是 看起来有很长 其实呢 整个使用起来会非常非常短 非常非常短 因为我们从上架 包括我们的产品确认 或者我们的回货 等等等等 可能在这中间都会花到 一周到一周半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 其实留给我们的黄金时间 就只剩下了一周半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会非常的紧张 时间就会非常的紧张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给大家了一个时间点 就是确保我们上架的当天 或者第二天就能够发货 这是我们第一个时间点 这是我们第一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比如说我们在上架前 可能会有一个 我们叫上架刊登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我们跟我们的采购 这一端确认好了之后 发现我们的货 没有这么快能回来 那么我们就不必 不必把这个链接 先刊登上去 可以把它先作为文案 这一块先储存起来 然后放在那都可以 不用这么着急的去刊登进去 然后当我们确认好 比如说今天就能回货 或者说明天能够回货 那我们再把这个链接呢 刊登上去 当然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点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是带电的 是带电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产品确认到 已经可以到货的绝对时间之后 提前三天刊登 然后呢转FBA 因为带电的产品呢 它会有一个产品审核 产品审核 那这样呢 就是说尽可能把我们的这个时间 能够最好的利用起来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也要 灵活地使用 零库存刊登 零库存刊登 就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 货突然都回不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把库存调零 库存调零 但另外一个意外因素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供应商 出现了某一个问题 导致我们的货没有那么快回来 但是呢也只是延后了一段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之前 所跟大家讲过的预售的方式 通过预售的方式呢 把我们的产品先上架上去 然后呢 预先完成一些review的送册呀 等等等等 当然在这里呢 跟大家提一下 预售阶段的产品呢 它是没办法留屏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需要跟我们的服务商也好 或者说跟我们的测评选手也好 跟他讲清楚 我们现在链接是在预售状态 然后等我们的链接 一启动正式销售 那就可以马上把我们留屏了 这也是一个预先的时间差 预先的时间差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讲到了整个文案的铺设 讲到了我们整个关键词的铺设 也讲到了我们包括我们图片 怎么样去处理 怎么样去使用 也讲到了我们在刊登的时候 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去使用 然后呢 尽可能把这些都能够融会贯通到 我们的操作里面 就像我们所讲述的一样 我们尽可能的去做精准刊登 然后呢 让我们的链接含着金钥匙出声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